旅行当头我是维尔 只有大家知道我是秋吉 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一早上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国际新闻里面呢 有什么样的消息或者是一些新闻了 那首先先来看一则在澳洲的这个新闻了 那根据一项来自澳洲家庭为子女未来进行规划有关的一些调查发现呢 私立学校昂贵的教育费呢 已经成为当地家庭第二大的财务负担 对啊因为在澳洲呢 其实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去这个私立学校读书 但是呢只有10%的人会去提前进行计划 并且呢才可以足够存到足够的教育费 那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费呢 已经成为澳洲家庭的第二财务问题 所谓的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是却没有那个钱 其实不单只是澳洲了 我相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家庭啊或者是父母亲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一切 那当然有时候这些最好的所谓什么任何东西呢就是你需要钱 你没有钱你谈什么最好的也比较难 但是说你有最好的爱那个肯定是不用钱的啊 不过你说教育这个问题呢就出现了现在这种现象 很多人认为说私立学校教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不一样 那这种说法没有一个根据啦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给的贵一点可能就比较好就是一份钱一份货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并没有一个确确的这种考证啊 它是怎么样 不过呢很明显的大家都希望孩子呢能够呃送到只要你稍微多一点钱 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呃你只要有觉得钱不是问题的话我就问你你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还是把他送去这个呃国立的呃政府的 我会把他送去私立学校 啊私立学校 别忘了像私立学校它指的不单只是比如讲international school这种国际学校呃像呃独中啊 独中华小也算是呃属于私立类型的这种学校那意思就是这样子吧 你看很简单有钱人家就把像送到这个私立学校 当然排除种族的这种呃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感优越感那种心态之外不说 我就想直接就谈这个就是所谓一分钱大家就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啊这样子的概念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我刚才说了呃也许真的他的这个出来的成绩或者这些小朋友考的或者他们的前途会跟其他的有很大差别吗 嗯其实我觉得私立学校多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耶 不单单只是可能不单单只是可能呃只是为了更好的教育 而是如果你拿着那张成绩单然后说你是从呃你拿着那张文凭 然后说是从那间学校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公信力吧 嗯然后也让人觉得说哇原来你是那些学校出来出生的那你一定很有钱 嗯那你应该是富家子弟的那个感觉 这样子哦而且再加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母亲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呢 因为私立学校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是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会送到那边呃就把孩子送到那边去求学 也有可能贵族们的孩子也会送到那边求学或者甚至皇室们的孩子也送到那边求学 这是为什么呃人家说孩子不要输在旗袍店就把孩子直接先送到那边 起码他的圈子就是这些富贵贵族或者是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们那长大过后就不一样了 对 是的因为你打进精英派那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精英因为你受着同样是精英的教育 那以后呢你就在那个圈子那可能你的人生就稍微不一样了像是香港其实很多女艺人女明星不是自己穷要半死 还是也要把孩子送去又送去精英学校吗嗯有有这样子的时间了 当然嗯还是不要打走脸皮冲胖子啦如果真的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再怎么呃硬硬硬硬撑过去你你自己也辛苦 但是你对孩子的这个呃期望也非常的高也对他制造了一些的压力 那他的生活也不见得可以可以过得是愉快还是他的童年也不见得是一个愉快的 是所以拿捏的好很重要 量力而为是当然呃在你看在欧洲人家担心的是教育问题 但是在缅甸呢可能有一些人像罗兴亚族呢他们担心的就是连住都成为问题了 对呃因为这个罗兴亚呃缅蒂西部呢弱开邦他爆发了新一波的呃横冲呃横冲的时候呃这个总总总部计呢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星期日公布的新卫星新卫星影像就显示说罗兴亚人的村庄有几百个几百座建筑物呢被烧毁了嗯嗯那根据这项分析就说这个冲突的地区呢是在的地方 当时三座罗兴亚村庄有四百多栋的建筑物呢就陷入了火海大面的的面积呢是破坏的情况比一开始想象的还要严重多数的破坏呢主要是因为有人放火造成的啊对呃是因为有战火吗因为这个呃这个根因为这个地区呢是呃穆斯林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这个居住地嘛然后就一直有战火的发生那在这个边境烧战呢 在三个月的时候就意外遭到突袭了导致了九名的警员受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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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得到了你要的一些诠释了 但是为什么你就没有真正去实行 你在选前的一些诺言呢 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进行呢 可能它在努力着 但是可能没有成果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当然也有可能它真的是 基于某一些原因妥协 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但最主要的是 你单靠安山素季去个人斗争 它其实也不见得可以做了太多的事情 不要忘了缅甸它目前还是军政府 还是有这个权利 还是有这个势力的 我应该这么说 那如果你要解决 这个罗兴亚还有缅甸国家的这个问题呢 它不是一朝一夕 或者某一方面单方面能做到 它必须是各方面的配合 包括国际社会 还有这些像联合国啊 这些施压 还有再加上 他们国家内部的人民 本身要团结 因为罗兴亚的问题呢 它不是一个只是国家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它还包括了种族和宗教的这个问题 罗兴亚是少数像你说的是这个穆斯林分子嘛 在缅甸 但缅甸它是属于一个佛教国 它很多的这个人民都信奉佛教的 那自然有了这一方面 再加上 加上有一些政治人物呢 就借助这个方式来炒作 就要他们分 怎样说呢 分离他们 分离这个穆斯林和这个佛教徒 所以呢就采取了这样子的一个手段方式 打压这个罗兴亚人 所以罗兴亚人呢 他们就算是属于一个边缘族群 但是呢 我相信因为 昂山数据 你看因为昂山数据 我们开始到关注了这个族群 那我觉得关注族群 是一个对这个族群 对这种边缘族群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至少大家关注到你了以后 你的安全 至少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 其实已经关注好久了 就是说 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你看在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吧 我们还谈到了就是 这些缅甸的士兵呢 就在一个叫若开邦的吧 没记错 就有什么强奸啊 很多妇女啊 造伦间啊 性侵啊 屠杀啊 等等这些行为 这种 这么非人性的一种做法 你觉得是不是说 这个就那么简单的 是你引起了一些关注 人家就会在意 然后就会 就会怎么样可以帮你解决吗 我觉得这是 顶多 他会慢慢的淡下来 把它盖起来 所以你就以为解决了 其实不是 早期印度 常常 你时不时会看到 一些强奸案啊 性侵案的这个发生 那现在我们很少看到 媒体报道这些事情了 是真的解决了吗 还是盖了下来 还是大家把关注点 已经转移到 其他地方去了 这个新闻 我已经每天看 看到你了 我没兴趣了 已经没有新闻价值了 对啊 所以他最主要 你说的这个点就对了 他没这个价值了 那新闻媒体呢 有时候觉得 这个没价值了 那我报道 也没有人要看 然后每天重复 同样东西干嘛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当提出了一些 这些不公平的事件 或者是一些需要大家关注 来解决事件的时候 他可能只炒热了一份子 那人民也一样 都是一个问题 全世界的人民都面对 同样问题 就是喜新厌旧 对 对一些新闻价值 没有那个价值 你也不理了 或者是过了 媒体没报道 你也不去追究 所以还是有时候要靠 很多这些非政府组织啊 他们 真的很佩服他们 他们真的会对某一些事件 或者一些课题 他们坚持 要为他们 捍卫这些权益 对 所以我相信世界还有社会呢 其实它还是有个平衡的 在你这里制造纷乱 在你这里制造暴力的时候 另外一边呢 就有一群非常有爱心的人 去解决他们 是 但是如果在印度 我刚刚提到说 就是 虽然他们有面对这个 性侵的问题 那现在他们还要担心 一样问题 就是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 他推出了一项的新钞票政策 是什么政策呢 就是打压 贪腐黑钱 然后就是把500Ruby 还有一千Ruby的 这面的钞票呢 就已经宣布 不再印制了 对 就是甚至就是直接废除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手上拿着500Ruby 就没用了 对 就直接是没用了 不过呢 其实你有一个月时间 去跟银行换 银行换那个钱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不单单只是影响到 这些贪官 那还有一种族群呢 也是被影响了 那是谁呢 就是这些印度妇女们 因为在印度的这个 富权社会问题 现象还是挺严重的 那这个妇女呢 因为没有受到教育 也没有出去打工工作 所以他们就存了很多私房钱 他们就存了很多这些500Ruby 还有这些2000Ruby的 这些1000Ruby的钱 突然这些钱都不能用了 可以怎么办 所以在上个星期就很多人就到银行去 希望是可以赶快把这钱兑换起来 因为他的这个那个有用 就是说要换钱的这时间段呢 不是很长 他不是说给你一年啊 搬载啊 或者是好几个月去换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出现了大排场中的一个现象 那在上个星期 我看到有些新闻报道说 就有人在排队的时候 就发生了死亡的可能中逢暴毙啊等等啊 救老人家 可能排太长了吧 等了太久 再加上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人人群推积的现象 对对 因为尤其是印度是一个非常多的那个国家 时常有 好像在印度有时常发生这些人质人事件 是常会发生 那其实也是有一位他在排队的时候 不小心就从银行大楼的二楼跌下来 跌死去了 其实在印度常常 如果你要提取这个自动提换 ATM是吧 他的ATM呢 常常会有时候会出现状况 或者是没有办法领到一些你需要的钱 他最高上限是4000Ruby而已 4000的Ruby 所以你会有些人呢 可能就要可能不同的到其他地方去领吧 还是有一些方式去把它拿出来 所以在上个星期 他们去排队零的时候就就引起了很多这个不方便 不过呢 像你害这个这种这种方式确实像你说的就害了一些妇女 她没有办法 现在这些钱怎么办 确实是怎么办 对而且其实这些妇女很多人都不会使用ATM 对 然后而且呢就是这个印度的财政官员呢 也是有说这个民众如果你想要更换新超的话 但是存款的金额 以申报的数字是不相符的时候 你还得面临政府追查 那这些妇女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他听到政府追查 他就担心了 因为他这些钱是你不能给其他家里的成员知道的 如果你给家里吃下成员 像是因为他们这些去影响这些工作 他们会觉得是男人的工作 然后他们也不理解 那你如果你跟你老公说 其实这么久以来我都有偷偷藏私放钱 这个夫妻关系又会有所影响 最主要还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 它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 在印度呢是男尊女卑的现象 是很严重的 所以女生呢他会认为说 这些都是男人的工作 其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男尊女卑的现象 他们也认同了这种方式 生活也习惯了那么久了 他们也许没有想过改变 也许他们不认为是一个问题 对可能在我们眼里看来就是 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个年头 还是有这种现象发生 但是我觉得各个国家呢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存在 像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中国这么打压 这么强制性 大家好像一个共同思想 可是中国人就是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成功的洗脑 长期洗脑 第一 第二就是 人倾向于一个习惯性和舒服 一个舒适的一个区域 当你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慢慢屈服了 那你就 你会自己催眠自己 这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就顺着这种方式来走 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 这么说的 有一头小巷 他就被这个训练的训寿师 他要培训他嘛 但是他用什么方式培训呢 他用一条比较粗的这个铁链就绑住小巷 这个小巷刚刚新的时候 他也不懂了怎么样 他要挣扎 他要摆脱那个铁链嘛 他就很努力挣扎 很努力挣扎 但是就让到他自己受伤了 他在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很多次很多次 很久很久以后 就是可能好多个月 可能一两年半载过后呢 他就慢慢觉得放弃了 他觉得他不可能挣脱了 所以他这个训练师呢 就把这个粗的铁链 慢慢的换得越来越细 甚至用了 后来只用了一条绳子 但是小巷是慢慢长大了 他变成一条大巷 但是他就从来没有挣脱过那条绳子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他认为 他的这个观念头认为说 他没有办法挣脱了 所以他一挣他就会痛 而且他会让自己受伤 他干脆不做 他也不知道说 其实他已经大到有一种力气 甚至可以把绳子挣断了 这是一种 一种意识 当你受过伤以后 你就觉得是会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生活 方式男主女本 然后女生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他们打从出生开始 他们就是这么一样的生活 甚至他们的妈妈就跟他们说 对你们年轻的时候呢 大概到一个十七十八岁 你们就该结婚了 你们就该生小孩了 不然你要三同四得 三同四得相夫教职啊 对 从小你就被拉去厨房 一起做印度菜 一起做咖喱 那夫妻呢 跟哥哥呢 可能就在家里的客厅看电视 你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这样子说 是不是相对起来 比较起来 韩国的这个总统是女生嘛 朴槿惠 他会不会是更幸福呢 当上总统的话会不会更幸福呢 其实当上总统过后 应该也没有很幸福 你看奥巴马 一头黑发 八年前的一头黑发 到现在一头白发 懒了嘛 哈哈哈哈 那这个 朴槿惠呢 如果你的闺蜜出败你的话 如果你不是总统的话 可能你顶多就是绝交嘛 不过现在呢 闹成怎么样 闹成你的闺蜜 受到调查 那你自己也要受到调查 你自己甚至呢 还要好几度 就是流泪 就是跟大家道歉 所以啊 就是说你看女生 即使太有权位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那我们先把这个女权放一遍 先来看看韩国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因为这个闺蜜门的事件呢 越闹越大了 那现在就很多人就抗议了 那甚至上街示威 在上个星期呢 有超过百万名的抗议人士呢 就包围了这个韩国总统府 清瓦台 那根据主办单位的统计呢 这个首尔市政府呢 这个上个星期 有聚集超过百万名的集会的人 我看了那个照片 真的很壮观 然后就是好几条街 集了满满的人 那这个韩国呢 也是有一个民调显示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是从19到29岁的年轻人 他们说你们对 朴槿惠的支持率为多少 结果你知道结果如何吗 是零发现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民调 是这么极端的零发现 所以这也反映出了 目前韩国民众的这个心态呢 确实对朴槿惠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闺蜜们的事件 之前应该说闺蜜们之前呢 已经对这位总女总统呢 心有不满了 只是说你找不到一个点来抒发 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点 认为这个我要把它拉下台 那现在不同了 你的闺蜜们事件一出生 一发生过后呢 在上个月吧 对不对 上个月月尾就发生 也是曝光了过后呢 他们就陆陆续续 有人开始搞机会了 要反对他要把它拉下台 那为什么他们那么在意呢 其实当然在韩国是属于一种 也是一个比较高压的一种 一个社会 那当然他们在总 作为总统呢 他们有很多方面 他们必须处理得非常好 包括民众的一些情绪啊 国内的一些经济啊 什么等等的 他都必须处理得非常好 对 其实我非常担心 按这样的情况下去 我不知道 我不想说你是乌鸦嘴还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看好朴槿惠 我真的很怕他去轻声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前 朴槿惠之前前一个总统嘛 他是也是因为贪污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去自杀了 那其实在韩国呢 因为你刚刚也说了 这个韩国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 社会环境 社会意识 那很多人其实因为 没有办法接受了这个行动的压力 而跑去自杀当中 包括明星啊等等的 那其实朴槿惠呢 你知道朴槿惠为什么会跟这个闺蜜那么好 所以这个朴槿惠 这个闺蜜的老爸 是在他母亲过世了以后 给他一种心灵危急 那这个心灵危急的关系也是因为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系 所以朴槿惠对这个闺蜜呢 才是可能争取一个 比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就是一个非常信任的态度 因为他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安慰 但是现在的朴槿惠你可以看到他出来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去怎么说就是说他做的对还是不对还是怎么样 就像你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朋友 但是我们必须把私事和公事要分得很清楚 然后如果是你把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发生一些现象了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像如果在公司里面 有一些是机密的事件 但这个机密的事件让我感觉到很压抑很压力 我必须有一个抒发的这个管道 我应该跟谁说呢 其实我谁都不应该说 对 我谁都不应该说 除了就是相关事件可能就在 比如说在我公司内部还是高层里面啊 这样子我们里面谈呢 我们不可以泄露出去 但是他就可能就忽略了这个点 他甚至不像是去诉说 他是寻求帮助 对对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需要给别人来看一下 到底是谁 这个是 你对你自己做的东西没有信心 然后你要你的好朋友帮你 所以才 所以才这些韩国民众呢 才会非常的生气 到底谁才是我们的首相 对而且他们对这一位他的闺蜜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原因 是他对这个闺蜜没有好感 就是这些民众对这个闺蜜很没有好感 他的印象整个东西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 所以就变成了他们更反对 更不喜欢 甚至现在就要把这个总统拉下来 那究竟这位韩国的这位女总统呢 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还真的是要在等待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百万事为 而且你刚才说民调是几乎直冲往零去 绝对不是一个属于一个乐观的情况 所以应该韩国要做好准备 可能就要迎接 搞不好要迎接有新的这个政治局势 对吧